关键是问一下 那一段就是对方父母反对的 他们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 反对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我爸爸是癌症去世的 然后他们觉得 就是有基因方面的遗传 这个考虑是他们给你明说了吗 就明说的 对 他父母这么说了 他就听到爸妈的 是的 这也太那个了 还是应该争取一下 作为一个男生的话 这个一定是要担当起来的 你怎么评价一下 你和他的感情呢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 你觉得你和他的感情 能到几分 当时 八分吧 就是我和他个人的感情 是比较契合的 淳叶 这个情况你代入一下 你会怎样做 我的行为取决于 这个男生的态度 要是他都没有跟我 站在一起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再坚持了 因为这是我和他的感情 如果我的另外一半的感情 都没有得到回应的话 那么我何必坚持这段感情 就我孤军奋战的话 我会跟他拜拜 对 他从来都不会跟我说的 喂 孟老师 我是二号男嘉宾张和 我想把我的声音公放 这个时候张大夫 介入非常合适 你嘉宾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是一名ICU的医生 首先用我最真诚的心 去鼓励你 然后去安慰你 谢谢 因为我也见过太多太多 这样的事例了 我希望未来的生活 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事情 在等待你 谢谢 其次呢 就是也要跟电视机前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讲一下 就目前我们的医疗技术 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 也不要到了这个痰癌 色变的这种年代了 我们只要做好早期的检查 早期的筛查 及时地去发现 及时地去处理 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可怕 对阵了 特别好 我认为刚才二号 张和的这个电话 非常有必要 他从一个医务工作者 专业人士说了这件事情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和他的分开 现在想起来 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局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你刚才 你才有一段话 我其实略有一点担心 就是总结反思 一段这个感情的时候 有一种逻辑不一定对 就是他们说我不好 那他们都说我 那可能就是我不好 他就是这样子的问题 三天过来 还是自己存在 感情这个问题 可能不光是好坏的问题 而是两个人 是否合适的问题 我百分之百赞同 淳叶刚才说的话 在这个感情当中 你是否努力去争取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应该是首先看男方的态度 如果他对他的父母说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我们要努力的时候 那我也会跟他一样 站在一起 努力维系这段感情 对 我要是男人的话 我也会争取 男生就是该硬气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硬气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